下面请开始提问 美方一些人嘴上鼓吹真相 心里却全是政治操弄 只要一提到疫情 就对中国进行抹黑攻击 全然不顾自身疫情溯源的诸多疑点 和抗疫失利的惨痛事实 他们一门心思散布的 试验室泄漏等阴谋论和虚假信息 是对世卫组织专家组成员 科学精神和研究成果的 极大不尊重 更是对全球团结抗疫努力的 亵渎和破坏 我还想再次强调 许多线索报道和研究表明 疫情早期在2019年下半年 就已在世界多地多点出现 中国始终以负责任态度 对待溯源工作 也已做出了 有目共睹的积极贡献 如果美方真想做到完全透明调查 就应像中国一样 邀请世卫组织专家赴美调查 极早开放美军德特里克堡基地 以及美国散布全球的生物实验室 极早披露 2019年7月 弗吉尼亚州北部 开始出现不明原因的呼吸系统疾病 威斯康星州爆发大规模电子炎疾病 等相关病例的详细数据和信息 我们敦促美国等有关国家 也能奔着科学开放透明的态度 同世卫组织开展合作 美方应管好自己的事 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 还人民以安全 让人民拥有免于歧视 免于恐惧和自由呼吸的权利 而不应总想着对外散布 针对他国的谎言和虚假信息 四处煽风点火 插手干涉他国内政 台湾当局一再打着 所谓民主自由的幌子 借香港事务恶意诋毁 污蔑大陆 实质是乱港谋独 这种拙劣的政治操弄 无非是求关注 蹭热点 不会得逞 只会自取其辱 我觉得他们的批评 是毫无道理的 谁都知道 柯顿是个什么人 他说的话 就像废纸一样 有关法案 罔顾事实 污蔑抹黑 中国发展道路和内外政策 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 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方利益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 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中国中央政府 才是香港民主维护者和促进者 回归之后 香港同胞才真正开始当家做主 所谓新疆维吾尔族 受到种族灭绝 是个别西方反华势力炮制的 弥天大谎 已被无数事实所证伪 美方滥用国家安全 打压中国企业 遏制中国发展 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美国在国际上到处拉帮接火 逼迫别国选边战队 搞针对中国的小圈子 所作所为 不得人心 中方敦促美国国会有关议员 摒弃 冷战思维 和意识形态偏见 停止利用 制造虚假信息 在涉华问题上 搞政治操弄 停止打着所谓民主人权的幌子 损害中方利益的言行 停止审议推进有关涉华消极议案 删除其中涉华消极条款 多做有利于推动中美关系发展 和两国互信合作的事 为两国在气变等领域开展合作 创造有利条件 美方所谓报告 罔顾事实 充满意识形态偏见 大肆诋毁中国宗教政策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针对美方公然为邪教组织张目 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 对中方人员实施单边制裁的行径 中方决定 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 约翰尼摩尔实施制裁 禁止摩尔及其家属入境 中国内地 以及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 中方敦促美方 台湾从大陆获得疫苗的渠道 是畅通的 台湾搞 以疫谋独 注定是死路一条 中方关注马里局势的发展 注意到有关报道 中方一贯支持 马里和平与发展事业 呼吁马里有关各方 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通过对话协商 解决分歧 维护国家稳定和团结 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 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